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分析内地的宏观大势和政策方针 需要密切留意领导人的讲话 以及主要官方媒体的评论 重要的人物讲话有不同的陈级之分 最重要当然是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 然后就到政治局委员等等 至于官方媒体 最高级别的当然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 其次就是不同的部位专属的媒体 例如人民银行旗下就有一份金融时报 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在发表重要讲话之后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继续加以跟进 发表评论的话就更加值得关注了 好像近日中美贸易战打得火热之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尋试稀土企业 被视为中国可能以限制稀土供应来反制美国之举 之后人民日报更接触刊登了一句 物为言之不喻 即刻引起了市场关注 甚至连美国的重要机构都会作出了反应 不独使无以言 内地领导人和官媒的讲话 很多时候都喜欢引经据典 此外有不少话语的背后都有一些重要的历史 令到这一句说话包含更加深的意义 好像这一句物为言之不喻 过往人民日报只是在1962年到1978年间 刊登过三次 三次作出了宣示之后 分别爆发了中印边境冲突 中苏珍宝岛冲突和中原战争 今次人民日报再刊登这句说话之后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发言安抚 说看不到贸易战会蔓延到军事事件 连五角大楼都出面解话 可见一些官方的关键语句的重要性 不过对五角大楼来说 他们现在最关注的是 怎样可以减低对中国稀土资源的依赖 由贸易战发展到科技战 再到现在的稀土战 中美关系已经成为 左右近期市况的最重要主题 总结而言 分析内地宏观形势 我们可以透过国家领导人的讲话 还有人民日报以及新华社这些央媒的评论 从而了解局势的最新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